老林和黎洛应该是这个转会期最强手的教练组了 他们离开狼队之后到底会去哪儿也引起了不少猜测 首先老林表明了自己和狼队并没有矛盾 狼队已经找了新教练 不过24年春季赛狼队大概率不会换选手 还没定呢去哪还没定呢 狼队这边会找新教练 然后应该聊得差不多了吧 还能再回狼队吗 未来说不准吧 说不准大家都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 没准将来都觉得互相是最合适的就又在一起了 没有什么逼走不逼走的 就是不合适了就分开了 大家都觉得不合适就分开了 各方面原因吧 但是我们狼队跟我这边是没有什么矛盾之类的是没有 因为我们大家合作的过程中是挺愉快的 但是后面可能大家都想尝试一下吧 有机会回狼队啊 几年两三年之后对吧 大家还是觉得我们如果是更合适的 那大家就会在一起 因为没有什么不可没有什么矛盾 外面还有消息传闻老林可能去TTG 对此老林笑着说了几句 但是也没有正面回应 也有人在说老林可能去一个B组的队伍证明自己 老林同样也是开玩笑的回应了 WE带到S组看看实力 这个兄弟你是在用激将法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做不到 这个其他地方不敢狂 这方面非常敢狂 我就说到这种地方给狂一点 从老林的直播来看 他的下家可能还没有最终确定 还是要找一个双向奔赴的队伍 但是以他和梨洛的能力来说 肯定是有大把俱乐部想要的 另外关于Fly去RW侠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RW侠的官博都给出了暗示 看来确实是互相有异象 看来老队友Kat的经历还是激励了Fly 想要出去追求一下首发的机会 至于能否转会成功 还得看价格谈得怎么样了